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据给大家带来ALC对阵RS的第一局下半场 屠夫是搬掉了先知 屠夫选的是女巫搬掉了先知 那么这个搬法就更加的像我们国服的一个比赛的手搬了 然后对面是选出了机械条乡拥兵加祭司 这怎么看上去这么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上一轮的比赛 也是这样的,一边搬先知一边搬机械 然后两边看一下这两个搬法到底哪个好 那么上一局由于是一个屠夫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目标转换 转手到了抓条乡 然后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这一把的话由于有机械师的存在 我们就看这个女巫开局能不能够快速找到这样一个香菠菠 哎,好像,好像,哎,同学,同学 你在布网看到了另外一个香菠菠 这两个香菠菠在一起 好,找到了祭司,这祭司直接上船 那边操作娃娃应该是有爆点 哎,打洞下去 跟着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地下室应该是绝对不会放你走的 而且先知被搬掉的情况下 这个祭司两个洞 说实话还真不太溜的洞 你还敢去地下室啊 啊,他这里是上下来躲了一轮狗 那么这边狗子咬住 感觉这一刀该吃还是要吃啊 这一刀吃完以后 把祭司拉过来 或者把主体拉过来再放一只狗 这个祭司就进地下室了 一刀打中的祭司很聪明 啊,我不进地下室 我不进地下室 我们看一下这里这样的话 应该是不太好挂地下室了 拉一下 跟着这个祭司 这一波狗子咬住以后 它的一个寄生性图 应该马上能跟到 跟到以后一刀 然后寄生这个祭司挂上 节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就看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了 一刀 诶,诶,可以 而且他这边是 因为利荣这个洞 反而是吃了原生刀 那么屠夫甚至有可能去人皇机 寄生一手佣兵 这个如果让他赶紧寄生上 这个佣兵 其实对于穷者的一个节奏来说 还是比较亏的 因为这时候 佣兵又不可能马上秒救 对吧 那么佣兵不秒救 屠夫就有时间来寄生 你寄生完了以后 再跟你慢慢打 佣兵贴过来 又要看一个是否双倒的局了 因为外面是有个机械师 机械师 对吧 两人修的情况下 其实电击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先打一刀 好 捞下来 再打 祭司 那么没有吃一个双倒 有机会能够去找队友 清一下信徒或者摸一下 但是佣兵现在是被寄生的 是很有可能会被寄生悄悄的这么打一刀 他的寄生 而且守着佣兵的遗产 佣兵感觉这边的遗产不太好开 这边继续过来 找到了小红帽 机械师 屠夫这边也是把控场的细节拉满 一定需要把场面全部控制下来 让你这个时候不能再碰电机了 因为最后两台电机 我们看到了 一台是佣兵的遗产 另外一台机械师 我现在在修 也就是这两台电机其实是够的 如果说这一波机械师救下来 然后薄命拖一会儿 你不管任何电机的话 甚至有可能电机都能压好 我们这里看这一轮防守 好 先打一刀 切切过去 再来 有薄命 佣兵这边也来帮忙扛刀 这里机械师在修 挑衅师应该是在补佣兵的遗产 看下果然是 再补 机械师挨了一刀 没什么太大的用 这里还在找祭司 看见祭司了 已经切好闪现的 刚才闪现已经打出来 再补 再打 好 这边优命又过来了 电机已经压好了 电机已经压好 直接亮 在机械师修机真的是太快了 那么从这两局看下来 就是真的女巫 因为中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控场 所以说电机是让修完了 那么从这两局比赛对比下来 好像感觉搬机械师其实也蛮香的 在这样的地图 因为如果你不搬机械师 开局你抓不到机械师 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场面的情况 那么现在屠夫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场面上有4个信徒 4打4 而且加上有一个上挂飞的祭司 这里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我们就看他的一个开门站了 这边开门站娃娃已经在摸门了 后门能开 前门这边被管住 但是你后门追得上吗 我感觉好像追这个机械师 是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闪现有 一刀好 击倒 这里寄生 寄生在里面 娃娃强行来扛一下 调香师先走 这里打掉 插刀 机械师跑不了 但是祭司的信徒 感觉他已经消了很久了 可能能消掉 消掉的话 这边佣兵反手回去开大门 大门这边是有信徒在管 佣兵这边想要冲小门 然后冲到小门以后 待会儿跟祭司拉大洞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祭司的信徒已经消掉了 那么这边如果一旦大洞能形成的话 屠夫这边好像还是要吃下三跑 先打一刀 好 把佣兵赶走 那行 这个大洞没有形成 那边慢慢来找 慢慢来找 这个地方 祭司开大门 佣兵走了 信徒跟不过来 好像还是一个三跑 哇 这一把真难受啊 这个信徒被清掉了 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 看了一眼地窖 祭司直接跑不完成一个三跑 这个休息真的太快了 综合下来 其实屠夫这把抓人 手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只不过就是没有能够出来干扰到任何一台电机啊 他唯一中间稍微干扰一下就是佣兵的遗产 但是后面因为佣兵拉走了 他也没有时间去干扰遗产了 所以说让球者把电机压好了 大家也是可以看到 这就是机械式的力量 我们上次休息 看下场比赛